Lun Sang 少年團 上月推出新專輯 數日亮相美國脫口秀節目宣傳新歌 前件齊名成員宣傳黑色西裝 也仿披頭455年前主導時的造型 整部組還特別以黑白畫面播出 讓BTS用充滿復古懷舊的感性 向傳奇前輩致敬 而被問到最喜歡的披頭4歌曲 成員立刻默契的接唱 BTS進軍世界後 夾誰歡迎 一年內三度奪下美國高市牌 投行榜冠軍 常常被拿來以當年紅問全球的 披頭4相當的評論 甚至還有人將評論少年團 與為21世紀的披頭4 面對這樣的稱讚 BTS幾乎不感當 角色會做好自己的角色 穩家穩打發展下去